那你要怎么样才会让人家感受到 你那真的是举手投足都是经典的 所以所有的东西都要地毯式的 有则改之无则免之 好的赶快发扬广大 如此的修行才是真功夫 我讲过 我们的学员不管你是张总统 还是五名的小组 你不用真功夫 不是上就是下 对吧 所以不是上 不用真功夫 上去机会不大 那就是下 对不对 十件事情里面 酒精都做对 一件就特别 把你那真灵的面目表现出来 我告诉你 人生本来是九十分 就因为那件事情 全部是零分 这就是我们修行中要自我提醒之处 因为在人生的进展的每个阶段 都是非常重要的重点 时间 所以哪怕是吃一餐饭 你在这个哗啦哗啦吃这个碗中的任何一粒米 那都是任何一个契机 因为在随时随地中都会提醒着我们自己的某一项经典的成长金句 如果你忘了随时给自己一个更好的洗免 人不是好就是坏 对吧 所以本性的东西没有完全的铲除 它就会在你不自觉的情况下露出马脚 被人家看清了你平常的伪装 有伪装的举手 没有 都没有吗 没有 好吧 既然你那么肯定 那我就不问了 是不是啊 那你就要期免自己 谁知谁地都是真功夫 所以修行人是这样子 修行人不玩花俏 花俏是 有时候会让自己迷糊了 你知道 结果搞到最后呢 自己乱了正脚 挫着方向 一踏 就撒哟啦 任何人间的苦痛 绝大多数在你自身了物中 会有些许方向的产生 但是这了物的深度与否 在于自己的决心 立下去的这个 这个 程度与否 所以天无绝人之处 天无绝人之路 的任何一件事情 我们要把它当作我们的首要 努力目标 所以每件事情我们都会做好 今天我做这件事情 无愧于心 你就少了一件明天你要担忧的事情 你说我今天觉得这件事情 还有一点保留 所以没有完全做到位 今天时间没用上 明天万一时间来不及 后天就开天堂 所以人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尤其在新的一年里 一开始就是超前 部署 真实的把每件事情 让自己看到 今年跟过往不一样 因为在实修实练中 让自己的生命与灵命 更加的 愿意互相的辉印 不管是自己的喝彩 还是别人的喝彩 你都看到自己的进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